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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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都请帮忙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因为我们休息了一个月 所以时间上可能我就在复习的时候 前面的时间就比较少一点 那后面今天要进入的另外一个 十二因缘的主题 这是我们上次3月1号给同学的讲义 这个诵句呢他告诉我们 现在就那一块就先浓缩缺了 因为也有很多同学问我说为什么要送心经 因为其实因为心经的那个系统呢 它是整个大藏经的精华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基色论呢是佛教的基础 那里面其实大圣思想是很重要 但是在基色论可以看到它的源头 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同学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佛法的核心要义 能够呢不断的去观照 然后应用到你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十二因缘 在心经里面有十二因缘嘛 从无名 无无名尽 那所以呢 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你在诵句的时候 如果你很用心 那你就是去再去观照一次 所以因为可能我们课程的时间不是很多 那我尽量就把那一块先删除掉好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复习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一个部分呢就讲到 诵句里面呢 因为外道他会执着有一个使我嘛 所以呢 这里他为了要遮浅这个外道的这个问题呢 所以在这个诵句里面 他告诉外道是说没有一个使我概念 那外道的感觉是说 我们像从这个房子搬到另外一个房子 但是里面的人是不变的 那所以第一句话呢 其实就是在遮浅外道 叫无我为诸运 所以十二阴言里面就是 五运的这个分位 他在每一个阶段呢 最明显他就把它了 变成十二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 那其实呢 轮回是烦恼月所为 那从下面呢 的诵句呢 他就要去做这个说明 那中间呢 我们从生有到这个死 然后呢到下一期生命的生有 中间有中有去相续 相续的时候就像这个灯焰 他呢会火焰呢 前的跟后的火焰之间呢 他有这个前面的 下一个火焰呢再继续燃烧 所以他这里写 入胎如灯焰呢 那再引我们的下一期生命 这样子引刺地争相续呢 游获焰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的焰烦焰呢 推动你再去下一期的生命 所以呢 最后两句 更趋于一世 无故有伦无初 这样子的形态呢 就会产生了我们下面要讲的十二因缘 他是很像一个轮子 这样子没有一个找到他的开始 那其实他的十二呢 很像我们看到一个始终 他有十二刻度 你始终呢 他一直不断的 在这一个地方旋转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开始 什么时候是结束 所以呢 找不到他的这个起始点 所以呢 无始无明 下面呢 从限量跟比量呢 可以知道 没有一个我 是用佛教的音名去推 所以他说 像设法的东西 我们是眼睛看得到是限量 然后呢 比量是从 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我可以推呢 有一些呢 我虽然看不到 但是我确实呢 听过这个名字 代表他是呢 可以从这个东西去推 但是呢 我的概念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下面他讲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诸运的生灭过程里面呢 为了要说明 所以呢 他要有一个呢 甲名的普特切罗存在 就是我们 这个法甲 在我们前面里面 有一个十二元起 要开始说明的时候 有一个 就是甲名的普特切罗 从这一世再转到 下一次的生命的这个联系 好 我就这样子 快一点带过去了 那因为呢 这边 红字的地方就是说 这边是烦恼 好 带我们再到下一期生命 好 那这边还有讲到的 下一个 下一个 从这一诵句开始 这样的缘起十二诗里面 有分 前 中 后 那但是呢 前跟后呢 他各两个 现在当下我们知道嘛 对不对 现在中继就是 我们现在的 当下的这个生命呢 从世来 入胎 然后明射六路处受 好 然后爱取有 这样的中间八个呢 如果我们今天十二因缘会圆满 代表你没有中央 而且你是玉戒的友情 才有十二之 如果呢 色戒跟五色戒呢 后面他就有提到 因为呢 色戒呢 他没有这个名色 他是化身的 他不像我们胎生 所以呢 会有十二之一定 第一个条件是 一定是胎生 胎生的时候 世入胎 然后户经蒙血结合 有名色 那如果你今天是色戒 就是我们禅 初禅二禅三禅是众生 他们是化身 所以他没有明色这一只 中间这个八个呢 他们少掉明色 那如果你是无色戒众生呢 他就少掉了两个 没有明色也没有六处 他们是没有色法 所以呢 他们中间就只剩六个了 还有一个情景呢 在我们欲戒的众生 他必须是 受宗正寝 然后呢 是自然呢 生老病死的这种状态 如果你 遇到恒祸或中夭的时候 这个中继这个地方呢 也不是八字 那前继跟后继呢 就是 世尊呢 在后面提到就是为了 让这个愚痴的众生呢 他们 不要再有这个 任何的疑惑的时候呢 他讲前面跟后面 前面的无明跟形 就是 我们过去的这个烦恼的 这个因呢 所以呢 让我们呢 有这个 一个呢 无明照做的动力 这个形 所以他不会呢 是无婴的 像有些外道认为呢 这个 我们都一直是人 这个常见 然后所以断的 前面的无明跟形 可以断 这个外道的常见 然后后面的生跟老死 代表了你的 有 在一起生命的开始 所以呢 就是 外道对这个断灭见 他也有说明 所以前后继呢 都可以说明 对 外道的这个错误的之间 所以这个整个 我们的十二元起的架构呢 就是 十二支里面的三季 前 中 后 然后前后呢 各二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张表 前面呢 是无明跟形 后面呢 是生跟老死 中间呢 八个呢 要圆满 第一个一定是有情胎生 第二个呢 他是 没有呢 中腰的状态 然后他一定是欲戒 色戒跟五色戒又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们上次讲义大概呢 那在这里呢 有一些分法是二季 二季就是说 前季跟后季 前季的话呢 他从无明 行 然后呢 这个是明色六入促寿 这样前面七个是属于前季 然后从 他后面呢 又属于五支 爱 取有生老死 属于后季 就是前跟后季 有两种分法 一个是三季一个后 一个是二季的说法 如果是二季的话呢 他比较重视的是因跟果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会把这张表里面分成因果 这个我记得那张表是在后面给同学 那如果 因为这张表呢 可能你们就 要多看几次很熟的话 因为后面呢 整个到 这个卷呢 结束的时候 都是以这张表为主 表没有出来 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地方好了 他的 前季跟后季呢 各有他们的因跟果 就是种在呢 因跟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用前季跟后季 那如果三季的分法的话呢 就是前面跟后面的 我们都看不到嘛 对不对 我们只知道这一期 我们生命的 是明色六处 处受爱其有 那前跟后呢 是因为呢 断 我们刚刚讲外道的一个常见 跟断面间的时候呢 在说明上呢 有这个方便 这个 会在我们哪一个宋句出现了 等一下 在这个 253页 有一个前后中季 为前他遇惑 在253页这个宋句里面 前后中季是为了有一些呢 不同的一些看法 还有外道的一些呢 看法他呢 为了要排除他们的一些问题跟问难 还有一些呢 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 这两种说法各有他的优点跟缺点 好 再来呢 我们今天的宋句呢 是在 我们上次看到249页的部分 宋句的前 总共四宋的前面两宋呢 因为12因缘的这个12支呢 他的这个体性 好 那前面呢 我们六支呢 已经介绍过了 后面250页呢 介绍的是另外六支 好 那前面的这六支呢 大概呢 再呼吸一下 在我们过去式的这个 烦恼 这个或呢 就是烦恼 这个位置啊 我们就叫做无名 好 障碍我们的亲近本来的 真如自信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呢 没有智慧的 这个状态呢 他的 会让我们呢 再 发动了你 去 轮回的一个因 所以 树或卫 我们知道无名的活动不是突然 他是 寄托在过去的 五蕴的生命体 因为其实这十二支都是五蕴 只是呢 在每一个位置上 他们的作用特别的明显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 好 所以他意思说 他是过去的五蕴生命体的 这个成熟了 也是一个 叫做呢 果报体的 一手果报体 那在这个阶段呢 他具有的 这个 为什么会标无名 下面呢 他说明是说 因为呢 他牵引出后面的业力 那他也是一个因的关系 所以呢 他会去照做 由烦恼去发动 那个业呢 是 如呢 没有烦 如果没有烦恼的之人 他就不会牵引了 所以这边是第一个 那在我们的250月的说明是说 就像这个 我们要抓那个贼啊 一定要去抓这个王嘛 贼请王 知道呢 源头是呢 从哪里开始 所以呢 在250月他写王行 就是 这个呢 是向国王要去出巡的时候呢 那他呢 是一个引导的 那大家呢 就会跟着 那所以呢 从无名开始呢 就一串的 后面11只呢 就跟着出来了 所以他这边想说 这个 有如说王行 非无岛虫 王诞圣 就是他是一个 带头的 是为首嘛 所以我们叫王行 所以无名的力量很强 但是很维系 你看不到 所以平常呢 你要去做官的时候 细的无名可能 你不太能观察得到 那这边 他说这个 位呢 可以应用到呢 下面的12只 所以呢 第二个叫做 树朱业的位 叫做行 就是树的话 要过去 过去的业力的这个位置 我们呢 叫做 这个私心所的行 我们 在前面有算过 这个行呢 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动力了 我们要去造业的时候 要有个动力 那这个动力呢 就是像这张图里面讲的 下一个业品里面 这个呢 是一种异业 你发动你的心的意志力了 你要先去行动 所以呢 行本身就是一个私心所 所以它是一个心所的部分 然后呢 因为呢 我们过去会造很多的 善不善 还有定力的这些业 然后总和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大概呢 应该会启动你呢 想要去投身的时候的 这个私心所 它就会呢 开始呢 去有一个冲动 然后你就往那边去相应 所以我们有六道 就是你不同道 是因为你过去 根据你过去所造作的 伏、非伏 还有不动的这些 租业的行动力 所以呢 它这样的造作过去 是由过去 动力是由过去的业力去影响 然后呢 产生你现在这个 成熟的果实 你想要去做了 所以十二支的 每一支都要有 这个胃的这个意思 是因为 它的 每一支有它特别的作用 好 接着呢 下面的第三呢 叫 世政劫生运 所以这个位置要放在呢 世政劫生运的位置 好 劫生的话就是呢 连结上一期生命 跟这一期生命的这个 衔接的连结的这个 截止 好 所以呢 我们的世呢 它就 当你有这个意 意志力 或是有一个动力 要去呢 造作 因为因缘成熟了 这个一定是 它这个 这有特别提到 是一个 前面那个 树株叶明星那里 它有提到是一个呢 也是一个过去 租业的一个成熟的 到达一个阶段 然后你的动力 产生了 然后你就会去 世呢 就会去投身 好 投身在呢 有缘的 这个 这个父母 好 所以呢 结身运呢 的位置就是第三支 也依过去的这个 你的行为的业力呢 在现实生命最初入胎的第一个 好 所以这边 我们的 颂句里面上次看到 看到瘦了嘛 我们是看到这个 瘦的前面处 所以这边 它有讲到是说 一撒纳而已喔 所以是呢 虽然它只有一撒纳 那其实它整个十二支呢 是受 前后相关的 连结的作用 瘦身四很强 我们个别来标它是 那 特别用黄色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告诉 各位同学是说 这个时候呢 它的四呢 只有在什么 我们专讲的意思 我们还有眼色而四 鼻四 蛇四 身四 这五四呢 因为 还没有长六路 因为六路在哪一个阶段 在我们的明色的后面 四进去以后呢 我们还有胎内五位 你的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四正结身孕以后呢 再来六处位的前面是明色 明色是精神跟物质 一团精神物质的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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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色在母胎的时候呢 他会渐渐完成生命的阶段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刚讲这个结身四以后呢 我们的六处以前 要长六根以前呢 你中间的这个 呃 呃 有五 五个位置 这个五个位置呢 呃 我们上次看过 就是胎内五位 胎内那五位呢 呃 呃 就是可以看出呢 我们的明色阶段 好在这边 从这个第一个宁华 就是我们的寺呢 进去跟护金母血在一起 然后呃 呃 这个时候呢 是一刹那 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呃 呃 七天了 第一个七天就变成包了 好 就是按部坛 然后呢 呃 第三周 然后第四周 第五周 胎内五位置 总共五周的时间 然后呢 慢慢呢 他会 这个肢结就在 暂时那骨头的 那个支架呢 就长出来了 所以会 这个呃 在很前面都是 啊 我们的 波拉者区前面的 前五周 这样是一个 那到我们的二十周 这里呢 就是长到呢 六处了 下一个阶段 是明色丸 就是六处了 六处前是明色 那下面呢 二四 九夜这个宋句讲到 从生眼等根 当 他的眼跟耳根 鼻根 舌根 生根 要长出来这时候 我就要六处 六处六个入口 六个进去 好 因为这个时候 他 没有办法跟外面接触 他在胎内在长 所以他的眼睛耳朵鼻子 身 都不作用 他只是一个 要制造成你生命以后呢 接触外面的入 所以他写六处 还没有实际去 呃 跟外面接触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 就是我们的明色呢 是指胎内无畏 胎内无畏的位置 所以中间诸位 呃 在我们这边也讲到 我看一下 他写说中间诸位 这也中间诸位 就指刚刚这个胎内无畏 所有五蕴呢 就叫做明色了 从杰森寺以后 在我们250页的倒数第六行这里 六处前明色 从杰森寺以后到六处生的前面 六处就是六个入口的 我们的感官 接触外面的入的时候 那因为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 六根只是在成长过程 还没有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呢 呃 在这个 呃 不过我这一章呢 还是在讲明色 你要知道 在明色阶段的时候呢 它的受想形式的意识形态比较多 它的设法还没有完成 设法完成要到六处 六处的时候设法才完成 所以明色还是在一种呢 意识形态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试一进去 以后呢 你的受想形式 其实呢 已经呢在母胎里面有了 所以 为什么在第一个 呃 结纳兰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了 生命的开始 所以呢 你就不能再去破坏它 要不然就是造了杀生液了 再来看一下 呃 这一个 所以这一章里面呢 我们看到 这个是要告诉同学 这时候长的是近色根的 眼光耳根 鼻根 蛇根 我们的有近色根根 浮沉根 这时候呢 近色根先完成 神经系统先完成 慢慢呢 在你的最后20周以前呢 再把内根外的 近色根浮沉根都完成 是在六处这个阶段 所以他这边 在 始终呢 我们是不是上次有看到 在250页的 倒数第四行 这一论里面 始终应说 四处生前 这一四处 严格讲的话呢 就是眼耳鼻舌 为什么 因为呢 易根跟生根 一开始我刚刚讲这个 这个明色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设法很少 是因为这只有一个生根的 这一个包的作用 那其他都是受、想、行、式的 意识形态比较多 所以呢 易根跟生根 其实在明色阶段已经有了 所以呢 他就只讲呢 四个就可以了 实际来 严格来讲 那现在要讲六处呢 或六入呢 是因为 以整个完整来讲 一个人呢 大概就六根嘛 所以聚、满、利 聚、完整来 利说 这样子 所以四处呢 要除掉生根、易 因为明色阶段 其实就有生根、易了 好 那下面呢 他说 从生、眼等根 这也就是我们讲 近色根 在成长了 眼跟耳根 鼻根、舌根 生根 这样子 然后呢 三合前六处 三合是 根、近、式 就是我们的根 长出来以后呢 还没有作用 所以呢 作用的时候叫处 还没作用以前叫 处所的这个六处 就是六个入口 这时候呢 波拉者区呢 就是我们胎内五位 最后一位呢 他的时间就很长了 为什么 他就是在长六根了 较多年 就是时间很长很长 就波拉者区这个位置呢 就我们胎内五位 最后那一个 他就会延长到很长的 几周的时间了 前面那个都只有一周的时间 到波拉者区 他的时间就很长 然后从明色以后呢 我们到三合以前 明色呢 以后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胎内五位的时间了 然后呢 到我们的根 你根长出来 你才能跟外面接触嘛 根近四 三合是指根近四合合 三合 根对近 然后产生四 在三合以前 这时候伸延等根 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的五蕴的位置 我们就叫做六处 然后倒数第三行的下面要讲 六处创源 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呢 我们的六根已经完整了 就是他的创造完整了 根向弦 根的六根的这个 像手啊 脚啊 鼻子眼睛耳朵 就看得很清楚了 好 但呢 标六处 这时候我们就把五蕴位置标为六处 好 鱼山寿 婴翼 但是呢 我这个时候有三种寿 是苦寿勒寿 不苦不勒寿呢 不了之 下面这个位置 鱼山寿 婴翼 未了之的这个位置 我们叫醋 就是 当呢 这个小孩子要去打预防针的时候 针刺进去 他会感觉怎么样 痛 但他不知道是被打针 他知道 有点不舒服 就是醋的感觉他有 因为他有根了嘛 那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孩子 你拿柠檬给他酸 酸酸的柠檬没有放糖 他就表情很奇怪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酸的 他只是很怪的表情 那你给他摸热的东西 他手会伸回来 就是他对这个醋 他已经知道了 但不知道苦 热 不苦不乐 三寿阴逸 未了之的时候就要醋 其实出胎的时候 我们也有醋嘛 就是对这个空气接触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前身的毛细孔都张开的时候 很不舒服 会有刺痛 所以小孩子出妈妈的这个阴道的时候 在那个挤压的那个小小的地方出来 压迫感 他很不舒服的这个处 他会哭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会被这个皮肤感觉刺痛 那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热的因 苦的因 跟不苦不乐的因 所以三寿阴者呢 就是三个我们接受外在的净 苦受热受不苦不乐的这个受的净 净是一个因 那能够去有这个受 就是我们出胎到两三岁的时候呢 这些受呢他都有 但是他不知道原因的时候呢 不知道原因的时候还是只叫处 现在要清楚是说 只是一种跟近似的接触的时候 我们叫做处 他有对处 有相对的这个外在能所的相对的处 这时候的五欲呢我们叫做处 那什么时候才叫受呢 这时候因为处的相很明显 我们就标处这个名字 好上礼拜上一次上到这里 然后当了下一个呢 他要开始去了解原因 我现在是因为吃了好吃的这个糖果 所以我有乐 那我被打针了我会痛 那吃了药会觉得苦不好吃 开始知道原因是什么时候 是呢五六岁到十四十五岁以前 十四十五岁以后就是变成爱了 所以在迎爱前叫受 还没有了知受 了知受的原因 但是呢还没有进入贪爱的前面 我们叫做受 所以每一个阶段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不同明显的这个呈现的作用很强的时候 他用这个来给这个这一支一个名称 所以他这边讲与了三寿因 已经知道了解三寿因的差别之项了 但是还没有起这个贪爱的心 这时候我们只教受 那当这个受的 所以这个受的受用很殊胜的时候 我们标名为受 贪 知具 就好的用具 这知具是好的用具 然后你会产生了过度的喜欢 这个影本身有过度的喜欢 是15岁以后的这个青少年 他们就开始会去贪好的用具了 包括对异性的追求也是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了 所以现行这个贪着的心就出来了 但是他有这个喜欢跟排斥不喜欢的这个心 他很好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电子产品手机 现在几乎到处看到捷运上面公车上面 有人骑脚踏车骑机车还在看手机 变成是对他的这个依赖很强 所以这个15岁以上 他就会开始有喜欢好的用具 他喜欢的 这个时候的五蕴我们总名为爱 但是他还没有广泛的去追求的心 还没有很强的去追求的心 那就是爱的作用很强 别标名为爱 未得诸境界 那接下来呢 到了壮年跟青年的时候 他的能力比较够 他可以赚钱了 或者说他的各方面条件 比较呢 资源有的时候 他会开始去呢 对他喜欢的会去抓取 未得诸境界 骗词求名交取 在我们这251页的第四行上面 好 那这个曲呢 其实是因为贪而产生的曲 所以曲未贪也 年纪长大 贪无欲 所以我们每天生活都在怎么样 五欲境界 对不对 你离不开这个外在的 颜色身相畏处 色身相畏处法 这五禁呢 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 那特别抓取他喜欢的 然后四方识求 各方的去追求 不怕劳苦疲倦 此未五蕴叫取 这样的一个曲呢 不过我们的造业在哪里开始 刚刚这个爱开始就有了 然后取 然后有 所以呢 这一期生命在造的因 就从爱取有 那爱在什么阶段 就是我们在15岁以后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对于这种喜欢跟不喜欢呢 特别的强烈 所以他这边讲 刚开始是爱 爱跟曲的差别 刚开始只是喜欢 知道原因 这个我喜欢的东西 我喜欢怎么样的音乐 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知道原因 然后有原因以后 你才会去继续制造这个音源嘛 所以他就会去取爱 然后呢 就是抓取 所以刚开始 他这初起是叫爱 相续转胜 持续呢 对这个 取的镜呢 抓取的镜更强烈的时候 我们叫做呢 变成了抓取了 转肩门 兼顾门力 接着下面 这个 最后一颂 就是250月 第一句开始叫 有位正能照 千当有果业 结当有名声 至当受的位子 叫老师 所以每一个曲都要加位 有位正能照 正能照的位子 千当有果业 结当有的位子 生的时候是呢 就是结生嘛 就是你这一群生命 你舍了 舍掉了 舍命了以后呢 那你的 再衔接 当有未来的 这个位子 未来 再造业的 这个有 有是呢 再产生呢 这个业力的位子 叫生 然后自当受 再来呢 就 要去承受的这个位子 叫老师 承担了这个生命的过程到 你一出生就开始注定一定有 生命的能量的衰竭的时候要 有衰退老跟死 好 所以下面呢 我们先把艾曲有这个角 完整 先看一下头一摸 好 好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 其实他整个十二知识 环环相扣 并不是说这一只独立完成以后 就没有 就作用完了 而是呢 他会跟 下面几个都有 互相的这个 衔接的连结关系 好 所以当你的六处 是一个生命完成的时候 你的六根已经具足的时候 你就出胎了 这时候六处完成才出胎 所以六处完的时候是什么 下一个就是处了 出胎的时候 你就开始接触到人间的空气了 你会哇哇大哭 所以呢 处呢 才是开始进入我们 生命接触外在的时候 所以处的时候呢 就是代表你有六根了 所以就是根近似 就三合了 那所以这边讲的 在六处是三 位聚有三合 所以它标六处 因为根还没有 还在长到阶段 那于三寿因益未了之名处 这是母胎 中出生以后呢 在两三岁我们刚刚讲 跟外面的环境接触了 它会开始有一些反应 熟啊会怕什么东西 然后呢 吃的东西呢 味道不一样的时候 它会有表情 可是它不知道这个是咸的 这是甜的 这是苦的 它只会有表情而已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开始讲的 未了之三寿因的时候 然后接着呢 在你的这个 因之道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寿了 所以未了之之处 然后当你知道以后呢 你就进入寿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进入呢 我们讲的五六岁 他开始去接触外在的环境了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呢 作用是最强的是在感受 所以我们就不要瘦的这一支 然后有瘦以后呢 因为瘦的阶段 是可以了知苦跟热 辨别的非常清楚 那在前一个阶段 已经对苦、热辨别 但没有强烈的这个欲望 可是到了十四十五岁的时候呢 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会呢 有产生了叛逆性的时候 所以他对于呢 痛苦或恶劣的不理想 他会有厌逆的心 所以那个叛逆性就会很强就出来了 对于他喜欢的会 特别强烈的抓取 所以这个是爱的阶段 那下一支呢就 只取就是开始付诸行动 前面那个爱可能没有 不一定会有行动 只是一种心态的反应 很强烈而已 喜欢跟不喜欢 那这个时候呢 取的时候一定是有付诸行动了 对于呢 这个他喜欢 他会用行动去做 所以呢他这边有提到是呢 未得诸境界片词求 片词求这个 他特别强调是 这个时候呢 互诸行动 而且呢可能 会不择手段的去做 所以这时候就很容易造业 所以为什么造业会在这个阶段 叫爱取有 因为呢 这个爱的时候还没有行动 可能只是一种心态很强烈的反应 到了这个取的时候 他已经有 那我们的深夜跟雨夜有以后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行动有的时候呢 你就会变成是 深夜以夜是 昔日以夜 就是你的心已经造成行为 那就会产生我们的下一期生命的夜 夜阴 所以下一期呢 就会变成有 有这个是夜就出来了 他正能造 日再因上交业 再果交之后暴体了 好 为什么 因为由爱取烦恼的冲动 就促使你的身心 有取的这个动力去往外去做发展 所以就会造作种种的夜 决定呢 将来是你的暴体 所以夜呢 是指正在造作 而且能牵引 当来山有的果暴体 当来 所以牵当 这个当呢 就是未来的 有的业力的果暴体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造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它以业为名称 下一个呢 是 那你的业呢 是造出来 还是要给下一期生命去做音嘛 所以它就会 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以后 再往下一期生命的一个开始 所以 节当有名声 这个 就是我们的节生就产生出来 就是 新生命的果暴呢 在未来呢 又成熟的时候 这一期的生命就舍 舍这一期的命 然后再去呢 下一期生命去投身 一样这里开始就会更成 我们前面的四名色六路促寿 再产生前面的这个 相同的这个轮回 的十二支里面的 从四名色六路促寿 跟我们前面入他一样 所以十二支它本身呢 就已经圆满的说明了 过去现在未来生命 他的一个五蕴流转的过程 那但是这个五蕴的流转过程 其实是业力在推动 没有死我的一个概念 所以 世尊呢会去把十二支呢 提出来就是为了 让我们更清楚 其实呢我们是 没有一个死我概念的一个我 只是五蕴的那个因缘合合 那业力去造就你再去 投身再产生下一期生命 这个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的实相 生从何来死从何去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很清楚 你也没有在造就无明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抓住这个无明的头呢 不要让你自己再产生下一期生命的开始 所以这边重要的是一个呢 要让我们逆修逆转的时候呢 不要再产生这个无明 那这个生相很清楚 这个呢下面这有黄色是代表了 当你生相很明显的时候 是跟我们现在受生的 是的这个意识 特强呢有相同的关系 所以他这个生呢是未来的生 是是现在的这个投身的生 所以呢 就是两个之间有相同的地方 这是特殊点的匿名 就各以他呢 生是指未来的生 那是呢是我们现在的部分 那老死就是指一个生命开始去有这个衰退 能量衰退 接着呢就舍命了嘛 所以呢 第一个撒纳呢 他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的第一个撒纳完成生的状态 第二个撒纳开始就是什么 一是呢 一个往这个老跟死的过程去迈进了 所以他这里讲说 其实老死呢 跟人生的明色六处促寿呢 刚刚那个是是跟生相同 那明色六处促寿呢 就跟老死相同 这个因为后面的整个部分呢 其实要把十二支很熟的话 你才有办法从前后相关的做一些比对 那所以呢这四支的进行就是一个老死的过程了 就像我们入胎以后这个胎内无畏 然后呢有长六根 然后你六根跟外在又接触 接触以后呢 我们的六根长成以后 出胎以后我们去接触外境 然后我们的感受就会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了 就是一个老死生命的过程了 在这四支进行的就是一个老死的阶段 那让众生看清楚这样的一个前后的关系 然后代表老死是未来的一个过患 因为你有生必有老死 那为什么要把老跟死放在一起 未必等老才会死嘛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也是 有些国家很严重 所以呢 只要你有生必然就会有死 但是在这过程的过程里面呢 它会慢慢老化 所以呢 只要有生 那就是死呢一定是会有的 只是呢 老是一个自然现象 然后呢往生 那但是也有一种状况 不等老你就往生了 所以呢老死本身就寒瓜 有中途中腰的死的这个状态 所以寒瓜在里面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看清楚这个 整个十二支大概呢 重要的部分 这个是 是我们课程 在这个论里面它讲到的一些部分 我们把它呢做这样子的摘要 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看一下250 现在你看到这张表 它就每一个位置都有接 每一个都有接位 就是呢 等于说 我们这个地方呢 用白话再解释一次 就是像树生中株烦恼位 到经果熟位 然后过去生呢 有乎非乎不动的业位呢 到现在也是因缘成熟的位置了 好 世呢就是我们有胎生 私生化生 所以在结生那一个撒那 这个只有一撒那的位置的五蕴 所以下面呢 每一个他都有给这个位 那接下去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课本的251页的地方 不过呢 这个表里面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要注意一下 因为下面呢 我们会看宋句的时候 老史呢 他就跟这一次的明色六处处受这四支相同 所以在我们251页的道书第四行他有讲 然后接着他讲论里面又说缘起 他有四种差别的说法 第一个叫做呢 撒那 撒那的方式就是说 一撒那之间呢 就产生十二支了 一撒那之间心中就 因为你的贪心产生沙身的这个瞬间 你需要吃他这个动物的身上的肉 或用他的皮皮革呢 他的毛皮来做保护自己的衣服 所以呢贪形撒 这个撒就是一个贪心起来以后呢 他动这个形就是撕心锁 他就起一个撒的心 然后就有十二支了 他要讲这个撒那缘起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念无名贪心起 所以这个贪呢本身他就是一个痴 痴就是无名 就是烦恼 然后痴呢就是行 是我们的痴心锁 那在大地法里面呢 你就是痴跟贪呢都有 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课程 在这个戒评有看过这一张表吧 看一下 四十六个心锁里面看 这个施心锁在这里 大地法里面有 然后呢他刚刚讲摊也有 摊在这个不定地法里面有个摊 所以这两个呢都有 然后余珠尽释了别的时候 这个释地方呢他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我们的释呢在这个 这一张释是比较小一点点 他这里讲到那 放大点 释呢在这个位置 有看到这里这下面吗 不行 这个最后这个 他里面呢是我们的心王的运作在 不过呢他也涵瓜有 我们的心理作用 因为受、想、行呢 他呢是以这个 试运里面 涵瓜在试运里面 等于说你的心理作用里面 有受、想、行运 他从外在呢 接受、感受以后 然后我们心呢 开始就会有一个记忆 其实呢 试运里面的一些呢 他像大地嘛 然后这边呢 我们刚刚讲这个 受、想、行呢 他们就像这个 种子 然后让他一直呢 在这个试呢 他不断的 分别抓取、执着 是来自于受、想、行 所以到下面 你会看到他讲说 试、俱、山、韵 就是呢 试里面呢 他有 当下要去聊别的时候 我要去怎么样 先 诶 我以前看过这个东西 这个 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呢 你的行运才会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的受 我会用以前的感受 所以呢 试、俱、有、山、韵 但是这里呢 没有受 是因为呢 我们在十二支里面的受 已经呢 别例为一支了 无明、原、行、氏、明、色、六路、促、寿 促、寿、爱、去、有、兽、有、兽、有 以后他就把这个寿另外第一支 那在十二支里面呢 我们的无明跟行 介绍完 四里面含的是有 色、韵、想、韵、行、韵 然后呢 总称为明、色 因为精神跟物质结合在一起嘛 里面有色 所以下面你看到下一页 252页 三韵里面有色、色韵、想韵、行韵 这三个 那受韵呢 就是在十二支另外了 所以他不含瓜在里面 这是 这三韵跟四呢 是同时一起而起的 一念里面就同时 四韵他就是一个新王的念起来的时候 同时我的色韵、想韵、行韵都有了 好 那想韵全部含瓜 这个就看一下 这七十五法里面 这个想 想 你看这个新锁里面 就是有受韵、想韵、行韵嘛 好 那只是我刚刚那一个是四十六个新锁里面 他其实也把这个受跟想也放在里头 好 你看一下 这里受跟想在大地法就有了 好 然后呢 这个红色是说 等一下呢 他只要有的 他就把他呢 不再呢 算一次了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他这里所怎么解 在这个四韵里面 他讲的是说 我含瓜的有色韵 然后呢 想韵 还有行韵 因为想韵跟行韵没有在十二支里面 那在四韵里面就含瓜 那想的话呢 就是念头 曾经有的记忆 然后你要去取这个像 就举一个例子 曾经呢 曾经呢 在稻田里面呢 有这个 这个麻雀呢 要去吃农夫种的东西 那可是他看到农夫 他就会害怕 就走掉了 所以农夫呢 他就去呢 立一个稻草人 那这个麻雀呢 他就取这个像 看到这个样子呢 是一个人 就是代表有人在那里 我就不敢过去了 他怕有枪会射杀他 所以呢 这时候呢 这个想呢 就是一个取向 他抓取到这个像的记忆以后呢 他就有一个概念 哦 有人 所以我不敢靠近 所以呢 用这样子来防止这个麻雀过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众生呢 他的响应是用一种呢 概念法的取向 但是这个取向是不是正确了 看到稻草人不是真的 对 是一个假象 那但是呢 他会误以为就是真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想韵里面去抓取的概念法 有时候是妄念 是一个妄念 是错误的 可是呢 我们会误以为是真的 所以想韵呢 如果你常修行的时候 会胡思乱想 想一些过去的气想本身有记忆 抓取一些以前记忆的东西 其实不见得是好的 因为有一些记忆是错误的概念 但是你一直活在过去错误的这个概念法里面 你就会有妄念 然后呢 错误的执着 所以为什么会有活在当下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修行方式 那因为当下你很清楚的接触的时候 你用这个实相智慧去观照 那下面呢 色韵的部分呢 色韵呢 因为我们在六处 我刚刚看到这个六处那一张 表 看一下 是不是 刚刚我有放一下这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里面呢 我们的六根在长的时候是六处 那时候 静色根 根 浮沉根 都有 都一直 在长到完成以后才出胎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色韵里面呢 其实 六处要把它排外 所以它除掉了五根 五根是静色根 就是我们在长神经系统的时候 眼睛耳根 鼻根 蛇根 因为它已经含瓜在六处里面 在 我们还没出它以前 所以呢 这个色韵的部分呢 它只有少分 就是要把六处里面的静色根除掉 还有表跟五表色 表跟五表色呢 是 我们的深夜跟雨夜出来以后 会有表跟五表 所以这个已经在哪里 再请你看二五二页二四六 第七行上面 起深与二页的时候就要有 好 当你行煞 就是起一个呢 想要去杀生的这个 施心所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开始 一次一页有以后 你一定会有深夜跟雨夜嘛 你的深与二页就会出来 这时候呢 就有五表 你的夜就造成了 杀生夜就有了 所以呢 表跟五表就在呢 有这一支 已经算进去了 所以色韵里面含瓜有 五表色嘛 还有表是深与夜 好所以呢 这个色韵里面的五根 就是静色根 跟表跟五表呢 要除掉 以别立枝 好 因为这个意思说 这个五根呢 就属于六处 表跟五表就属于 有这一支 就是我们看到第六 第七行这边 瓜胡他有讲 圆灰法师的解释 起深与二页的时候 你就有之了 所以你的表跟五表是 寒瓜在有这一支了 另外已经有了 十二支里面已经有了 所以他把色韵里面呢 这几个部分除掉 好少部分 然后取余色韵 就取的话呢 就是其他的色韵是浮沉根 金色根已经在六处 浮沉根 还有四径是什么 身香味处是四径 身香味处外在的四径 好你看到这一张是 你的眼跟腰对色 然后耳朵对身香味 四层跟四肌是相同的 还有我们外在的 看得到的眼睛耳朵鼻子 这个浮沉根 这个就不是 因为我们的六处是指 还没出胎以前 那一定是在近色根 那个阶段的部分 比较多一点 好 所以呢 还有行韵呢 行韵更多 行韵呢 我们刚刚看到那张表 有46个新手 都是行韵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呢 他就要把还没有寒瓜 在十二支的部分呢 保留 那已经有的 他就把它除掉 所以呢 这边他的注解 你看他写说 要除掉无名 湿 你看一下这个表 这张表 我已经把红色的 特别呢 点 用出来是 颜色红的是代表 已经在我们的十二支里面有了 因为十二支有醋吧 有行吧 湿心手 有无名 吃 好 然后呢 有贪 好 昏沉吊举举 跟无产无愧呢 是属于 贪心手的一个反应 贪 及 无产无愧 昏沉吊举举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 这些只要十二支有的 他就把它呢 算已经立了 另外立的支 他就不算在行韵里面 所以行韵呢 只取少分是要把十二支以外的 才算进来 还有呢 我们行韵里面 还有不相异形里面的 深注异面 那以别例之说 这些呢 他已经在十二 十二因缘的十二支里面 已经有了 所以呢 取其他的这个形体 其他的就是 黑色的部分呢 是寿跟想也有了 其他就是 我这个大帝法里面的 欲会念 坐意 圣洁三摩提 所以他只用坐意等 坐意这样一个名字 来代替呢 其他不是红色的部分 当然寿跟想 我没有标出来 寿跟想也 已经呢 另外在 想韵跟寿韵 已经含瓜在世韵里面了 刚刚讲了 世韵里面他这个 想韵是全部 然后寿韵呢 也在十二支里面有了 所以他这里的 行韵呢 你看他这个寿 也是要把它呢 除掉 所以在第二行的下面 除无名 施 把无名要除掉 是因为无名是十二支的第一个 施呢是十二支的第二个 醋呢是 是明色 第五支 十二支的第五个是醋 然后寿也有了 那想呢就寒瓜 想韵呢寒瓜在世韵里面 所以他这边 这个是行韵 行韵的部分呢 他取少部分就 就是除掉呢十二支 有的部分 他就没有 寒瓜进来了 那因为呢 这边十二 寿韵里面的 已经有寒瓜 想韵了嘛 所以这里的想韵也有 也是在这个 我们的 寿韵里面 也有想韵 也有行韵 行韵呢就 就是 里面呢 这边 这边的 46个 新手里面 只要是十二支 没有绿到这边 都算是 都算是在里面 好 这个大概 你可以知道就 就好了 然后呢 接着呢 他讲是 还有一个 不相义行 这边 请看一下 他讲到 还有生意面 还有生意面 他这边呢 还要除掉生意面 是 生呢 是在哪一个 就是生枝 生老死这一支 生呢 诸法的生起 诸法的生起 好 就是我们的十二支的 后面的两个 生跟 然后意跟面呢 是属于老跟死 诸法的衰意 然后诸法的宵禁 缅 敲禁的话就是死 然后意的话是老 好 所以这边 就是生跟老死呢 就是在 不相义行的 这三个 已经有了 所以呢 在行语里面的 不相义行里面 已经有的 他就把它呢 在十二支有的 他就把它除掉 那剩下就是 就是我们四孕所含瓜来 好部分了 好 倒数 在前面二五二二行 二五二叶的第三行这里 注明色根 好 那这里意思说 我们的六 因为他要讲一念的 贪心起以后 十二支什么快速 呃 产生 好 所以他再順便解释一下 在注明色根 就是我们的六根 要注在哪里 注在呢 精神跟物质的 呃 结合的 这个部分 叫明色 这个位置 好 炎等五根 呃 炎耳鼻舌身 要注于明色 好 因为呢 入胎以后呢 这个 呃 四呢 开始呢 要慢慢的 跟物质 结 两个一起呢 才会成长 那所以你的六根 就一名 呃 有明色 才能让它长出来 所以这边是 虽然是五 但六处所色 因为虽然是我们的五根 就是近色根 但是后来呢 它还要有意识作用 所以呢 还要呃 炎耳鼻舌身意 最后这个意处的意呢 也要有 好 那六处呢 在对于 对于是对哪 呃 我们的根要 六处是指六根嘛 六根呢 还要对的是近 然后有四的作用 好 对于 于是指呢 根近是 合合 合合有为处 三合合的有为处 相对处 然后领处 叫做受心所 这样子 因为有领纳的 这种处的作用 我们就叫受心所 好 然后呢 有跟贪心相应的受 我们就叫做呢 爱 但是 官虎里面讲 行煞的时候 你把 是由贪心起 与这个贪相应的烦恼 这个禅是我们后面呢 在那个随眠品会出现 禅本身指烦恼 就是 呃 这个贪相应的 这些烦恼 珠缠了 这些烦恼的名称我们叫做取 那哪一些就是无惨无愧 因为呢 呃有这个贪心 然后你才会呢 呃去抓取 然后这个时候抓取的时候 可能造了业 造的是呢 呃 这个 不择手段去做的行为 无惨无愧 昏城调局 就是 心呢 不清楚 无明的状态 那这个与贪相应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无惨无愧 昏城调局 也算是在谈心所了 在我们十二支里面有谈 所以在四六个心所 这几个也要把它除掉 已经在十二支里面有了 那还有呢 所起的生与二业就是有 如是诸法呢 起的位置叫做生 这个叫诸法生起的 我们叫生 用这个来代表十二支里面 然后呢 熟变的 因为你一出生以后 你的 生命的这个细胞能量呢 都一直呢 不断的在新陈代谢中呢 衰退衰变 所以呢 熟变 叫做老 然后呢 到后来你就灭 坏了叫死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 刚好这三支都是令诸法生起 令诸法衰逸 那刚好就是老死这个部分 这三项就是熟变式异项 就变化的项 互有说 就是这样子呢 就缘起说法就有四种了 这四种了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四种说法 那这里要说明是说 在十二元起 基斯特论他呢 举出这四种说法 但是呢 有部他强调的是第三个 就是把每一个分位呢 都很清楚的划分出来 然后给他一个名称 好 第一个是撒纳 就是说 这样一撒纳之间就聚足十二支了 这样就很快速的这十二支就有了 好 那再来第二个连辅元起 十二支呢 他是连续不断的 形成前因后果 不过 金亮部呢 他们比较赞同的是这个 他整个元起不是光出生的时候呢 世去投胎的那一个撒纳 才叫做五蕴卫才叫世 而是呢 这个 四呢 他在前后都有相关 他不是只有那个撒纳作用而已 好 分位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今天呢 课程 第一堂介绍的十二支的体性 每一个 位置呢 都有他的很强的作用的很明显的像 那就有十二支给他一个名称 不过呢 这个论主 世青还有金部认为这样很像机械化的分割 每一个位置 那他会变成呢 说明三四两重的因果 很清楚的划分的这个好处是可以呢 跨越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今生 一支来世因今生受者是 现在受的就是你过去的因 一支来世果 今生做者是 所以呢 你现在做的就是你未来的过 所以你不要问说你未来要去哪里 你现在其实就可以很清楚你未来要去哪里 因为看你自己的修行跟愿力 所以三四两重的因果就是可以这样子看到过去现在未来 十二支是表示友情生死流转的过程 那这是分位的缘起 第四个呢 远序 远序的话呢 就是连序缘起 而且这个远序呢 是很多世以前都可以有相关 所以我们的无名呢 有可能是很多节以前的 百节以前的无名去召感这一世的无名 那因缘成熟 他就视线让你去投身到这一道 所以这个地方呢 除了分位以外还有三个部分 那这些呢 第一个跟第二个呢 他是在这个说明 这边我们看一下在252页 他说在品类族论 倒数二五二页的倒数第五行 远起说法有四个 撒纳连符呢是儒品类族论说法 巨骗有为法 巨骗就是一切 都能骗了所有的 有因缘造作的法 那在十二 所以你的有为 这边呢 跟十二中间 我想用一个逗号比较好 巨骗有为法 这里他是有为 然后呢 十二支位呢 所有的五蕴 因为他这个标点符号 有一些地方其实 会标的比较奇怪的时候 会让你在读的时候 会有误导 误导你 然后十二支的为呢 所有五蕴 十二支的分位呢 他的缘起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讲分位所设 所以这里讲的 萨纳连符是品类族论里面讲的 骗一切的有为法 然后呢 分位是有分十二个 那再来呢 即此玄远相续 无始叫做远序 以上呢是论文 那解云呢是 原汇法师对这个文字 因为这个文字里面 其实讲了四种 但是有一些 它还没有完整 撒纳是 我们刚刚看到一撒纳 然后呢 连符是因果无间隔的 一支相续 前因后果有相关 那有情跟无情呢 都有深念念念相续嘛 撒纳的连符呢 这两个就是骗一切有情了 骗一切有情 所以呢 他会变成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以撒纳的说法呢 你看来到我们的第一 倒数第二行 这个论诗前面的讲只有有情 倒数第三行 前解撒纳为是有情 下一句有看到 倒数第三行 二五二页 前面的撒纳只有有情 是从我刚刚呢 第二行开始讲的 二五一页 这里前面有讲到 撒纳在倒数第二行 一个贪心起开始十二支 这也是纯粹于有情嘛 他会去做这个杀的动作 然后呢 产生这十二支 所以呢 在二五一页这里讲的 撒纳解释是有情 但是另外论诗认为呢 这个撒纳还有非情 所以一撒纳有两个说法 有有情跟非情 第二个说法是 有情非情都有 第一个说法 就前面我们讲的有情有肉 一个贪心去去造也 造沙也 第二个说法有非情 然后有肉跟无肉 一切有违法里面 包括无肉的也在里面 修行才产生无肉 所以呢 此诗解撒纳亦通非情 然后呢 分位缘起呢 就是跟缘续缘起呢 它是比较重在呢 全部后面这两个都是讲有情 有情有肉的部分 连辅的话 一样是跟撒纳一样是 有情非情有肉无肉 相似这个连续产生出来 然后呢 我们的分位缘起 比较重在三世两重的十二因缘 然后它强调的是说 你下一期生命 盛生是下一期生命 是你今生做的因 爱取有 产生下一期的生跟老死 十二因缘呢 它可以讲到下一次 从这一生来看下一次 盛生 盛生第二生 第二生 我这一期是第一生 下一期的第二生 这个盛生夜 还有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熟的夜报 也是在分为缘起 因为有可能这个因缘 要很久以后才会成熟 就没有一定 也有可能很快成熟 就没有一定的时间 那远续呢 也是讲有情跟有肉 它呢 是盛后 还有不定 一样 盛后的话是第三生 现在第一生 下一生第二 下辈子 然后再下下辈子第三 第三生 所以呢 远续讲的时间上就比较远 是第三生还有不定 就隔 隔的时间呢 比较 呃 远一点的部分 叫远续远期 隔月多生也可以啦 无始的远续的因 所以无始劫来的无明 有可能就会让你遭感这一世的无明再来投生 所以呢 这个诵句到这里是整个我们十二支的体性跟介绍 它有四种说法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呢 有部呢就采取的是三四两重 呃 因为无明跟形是过去是我们的烦恼造业的时候 有情的氛围嘛 所以 呃 在这张表里面呢 论呢 是四种说法 那经典的话呢 就后面这两个 经典针对有情去开示 经典就讲 呃 这十二支比较强调是分位跟元序 论里面是伊萨拉跟连辅这样子的说法 那有部的说法呢 下一句他就会出现一个传许 因为世青对这个说法不是很赞同 他比较赞同的是 这十二支呢 互相有因果的 呃 这个相连接的关系 所以一 我们就看一下分位 就依过去世的两个因是无名跟行 我们的心事就去托母胎 的那个萨拉 也是跟你过去有相关 这友情的分位的世 然后呢 你托生的第二萨拉以后 就开始变成是明色了 第一萨拉是世 啊 世只有一萨拉 第二萨拉就开始变成 还没长六根的时候的明色阶段 六根未备 接着呢 才是胎内的六畜 六根巨竹的六畜 然后出胎以后呢 你又有接触的感觉 这时候呢 一直到两岁跟三岁以前 这个小孩子都还不知道 自己接触的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畜 就是三根近似有三合了 这时候就要畜 然后从四五岁呢 渐渐懂事的时候 可能接由妈妈的教导说 这个摸了会烫手 不要摸 然后呢他也慢慢知道这个受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的原因了 从四五岁到四十五岁 他的感受呢 开始越来越强 也知道原因的时候 我们就要受 那以上呢 就从四一直到受 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的五个果 因为你来当人 你就会有这些作用 就是从四名色六入触受 那这个就是一个果 那跟后面的这个十二支 假设你看这个后面 他这边呢 是过去因 刚刚看到四名色六触触受 就是现在果 然后这个是一个苦的果 来当人你 不管你是热受苦受都是苦 因为呢 热受没有一支有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苦 他消失了嘛 所以观受是苦 所有的受都是苦 然后因为你观受是苦 你就不会有爱 如果你今天热受很沉迷很执着的时候 你就会有爱的执着的沉溺 那你就会去抓去 你就会再造下一期生命的烦恼 这个祸 然后又会有叶出来就有 所以呢现在这个因呢 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这里 然后未来的果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苦 他会跟我们现在的果之间呢 有相关 所以呢 你会看到后面 他在解释十二因缘的时候 他会讲 是呢他相对于生 前面后面 现在交是 然后未来交生 我们刚刚前面也看过 然后明色六处促兽呢 相对于 一样是苦 他相对的是老死这一块 因为我们现在身为人 我们就有什么样的六根 然后什么样的接触 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天界的天人 他就没有所谓的苦受 对因为他天人的 这个 他的 气应该是有情的 他的这个跟成事的 这个作用就 跟我们人间的不一样 有情的情事的 这个部分 然后这边呢 就有老死跟他相应 这个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 先进座一下 接着我们看 下一个送句 581送跟 送句581 这里呢 他这个 在253页的到 前面算过来三好 不过第一行开始就是在讲这个送句 了哈 开始第三个要讲这个 呃 明本说义 就是为什么会 呃 用氛围来讲这个缘起 这里有两个 第一个呢 正明说义 呃 就是要说这个 为什么佛陀呢 讲的十二因缘是以氛围 这个是比较 呃 等于是 他意思说 有不认为 佛陀的本意应该是十二分位 然后呃 呃 因为第二个目的是要 潜他于火 第一个要讲为什么用十二分 第二个呢 呃 问题就是说总共有两个问题 呃 其实他是同样一送 他把他拆 呃 呃 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讲说 世尊说这个的 分位 缘起的意 呃 到底是什么目的 第二个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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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是讲为了要 呃 呃 自己的他是外道有一些呢 呃 对于 呃 使我概念的一些迷惑不清楚 所以后面两 呃 呃 后面两个呢 是回答 回答别人的这个 呃 问题所以呢 这缘起有四类 就是撒那 连辅 分位跟远序 这四类当中世尊所讲的是呢 呃 呃 哪一个呢 好 第一个问题 呃 要解决的时候 他的回答呢 就在我们的颂句里面 回答呢 世尊讲的是分位缘起 不过呢 因为 嗯 这一个颂呢 呃 这个 这颂句 世青论诗 呃 他写的时候 他不是很赞同 所以他用传许 传许就是 呃 这个是一个呢 嗯 有部的 传统的 说法 他是传说 好 一种传说 他承认有部一项的这个传说 所以呢 他用传许两个字 约未说 好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 因为呢 是用殊胜的 呃 作用去显像 来立这个字的名称 所以 他意思说 不是 呃 我们第一个讲的这个撒那 好 那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的 呃 活说 呃 十二元起的 本意是 他认为是分位 那对 呃 对法诸诗呢 传作是说 所以他的传是用 呃 这个说一切有部的 对法诸诗的说法 活一分位来说元起 论主不信 所以呢 用传许言 那我们这边看到我们课本的253页 这边也讲嘛 呃 呃 从我们前面呢开始讲 传许曰未说 传许是世尊曰 呃 唯曰分位说 十二支 不惧撒那 分位缘起呢 金不有破 啊 就是金不破的地方是觉得他呢 分割成 呃 一个一个的位置 好像很独立 其实呢 前后是有 互相的因果连带相关 那论主呢 亦彭 亦彭就是他的心呢 其实是 呃 比较呢 倾向金不 好 就是倾向金不 的说法 所以呢 用传许 然后呃 从圣立之名 就是这个呢 是外道也有问难 好的时候 他有讲 这个十二支呢 就是用 他比较呃 呃 明显殊胜的这个作用 来立他的职 这都是五蕴 只是呢 在这个位置上 他的作用比较明显 何元 呃 但立无名呢 呃 呃 未通止此难 好 就是有人问 为什么会立一个无名 就是诸位中无名等 最殊胜 虽有五蕴 好 虽然都是五蕴的作用 但是以殊胜的来立名 所以标无名 好 等 广如前世 好 就是其他的呢 呃 行世明社六路呢 这些 呃 其他的也依此类推啊 广如前世 就是前面呢 我们在解释五蕴这一段文字 大概呢 其他的部分也是跟他一样 那经说分位为世有情 好 就是经呢 都是对着有情 我们的呃 呃 呃 他是通情非情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 这个表里面讲的 他就是 这个表里面 啊 第一个撒那 第二个脸浮 都是有情跟 非情都有 是论 那因为论呢 呃 他是依法相 依法相是宇宙的十相真理 那阿比达摩 他是依缘起的这个法相来讲 所以呢 他法相里面就含瓜的是有情非情都有 好 所以通情非情 未明此意 所以 呃 总共呢 就分了这四个 好 然后下面呢 问起 就是第二个呢 呃 下面我们的 于前后中继未前他以后 下面是 我们这一宋 呃 这一个宋的后半部啊 好 是有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呢 要呢 呃 呃 排除众生的疑惑 呃 不清楚的问题 就是第二浅祸门 所以契经呢 何故为说有情 好 为什么呢 契经里面呢 呃 呃 就是我们的阿罕经里面都只讲有情了 好 因为十二因缘里面是针对有情开始 因为这整个十二支 我们今天互习 中间的八支要圆满 一定是胎生 一定是有情 一定是有情 你才有四名色六路 你要长六根嘛 畜受爱取有这样子 好 所以这里呢 于前后 然后他把这个十二支呢 就分前后中 中间呢就是 我们刚刚讲 四名色六路促寿 爱取有 这是八中间的八支 那前面的是无明跟行 后面是生跟老死 这样加起来十二支 好 为呢 呃 排除呢 其他的外道 还有众生的 不清楚 好 或是呢 愚痴无明 所以四尊呢 要遣三句余或故说缘起 所以呢 就 违约有情 还是以有情为这个对象 那问如何有情的前 前迹是我们现在往前推 过去 过去的愚或 呃 我们可能看不到过去 那我们就怀疑说 我到底过去是有还是没有啊 有些人不相信轮回嘛 然后他就 呃不知道呢 自己呢 是怎么来的 他就忽然间 呃生出来是 呃有一个上帝去创造 那我于过去是 是唯曾有非有 何等我曾有 到底有还是没有 然后呢 呃 我曾有 还是呢 迎合我曾有 是是我呢 到底是呢 呃曾经存在的时候 我的差别是呢 呃下面他的解语 就写的比较详细 是怀疑自己的自信啊 自己的自信是五运是我 啊 唯疾运我 唯离运我 还是呢我不是呃 呃在五运里面 我离开五运 好 云何曾有 这样子 然后呢 呃我曾经存在 那我的呃 呃差别呢是长 还是无常 为常或无常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 呃叫做前纪 然后呢 因为现在就很清楚 现在我们是当下嘛 那后继呢就是未来 未来呢 呃 是不是会有 一个我 所以这些呢都是 呃他们这些呃 呃外道呢 对于这个五运 呃这个摄身呢 他的那个相续呢 有不同的 不好意思 不同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我于未来呢 唯当有非有 何等我当有 云何我当有 那一样就是跟我们前面的前纪一样 那还有呃 现在是中纪 254页 有问呢 如何有情中纪余或 啊 中纪就是现在当下现实主义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部分 好 一样他讲说 呃为于中纪生如是宜 何等是我 此我云何我谁所有 呃 呃就是我呢 是五运所产生出来 还是离开五运 那我当有谁 好 那我呃 呃在未来呢 又会是呢 呃怎么样一个情形 所以呢 这些呃 呃前后中纪的不清楚 他就透过三四两重来说明 好 那我们就呃 直接呢看一下头一幕 呃 呃在这个 第一个呢 第一个说呃 呃我们的分位缘起啊 就是尽量不讲的比较好 是因为他认为生命的缘起 应该是从彼此观色的和合 好就是前后都有互相相关 相续的演变去观察 然后才能看到缘起的这个真 呃真实的意理 因为其实这个缘起法是 里面有很深的意涵 等于说我们下面两颂到 我们的256页最后这个 里面都讲到整个缘起法 它里面含瓜很深的一些意涵 不是呢 只是机械的去割裂一个各自独立 这样就不算善观缘起法 如果说你今天事来讲的话 你在那个撒纳吗 不是 就是你头生的那个撒纳是事 但是呢过了以后 他还是呢没有离开 你这一期生命有离开事吗 没有 当你离开事你就离开人间了 我们的事呢不断的一直在 六四在做了别的作用 他是透过受运响应行运一直在做一些运作 所以呢他不是只有那个 在分位里面的 无弥行的下面那个作用 是他有一支不断的在运作 所以那个是第一个 传许曰未说 由圣立之名 这个是立那个每一支的名称怎么来的 然后下面了于前后中继未前他于后 这个是讲 当我们了解前继后继中继 都找不到一个 死我的概念的时候 那所以呢就是 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因缘合合的生命的勾索 一环一环的相扣 然后其实呢没有实在的自我的主宅在里面 所以如果今天呢他这样子的说明 会让我们前面的 宋句这个问题 如是诸韵 唯我 我们今天复习的时候呢 第一个 无我为诸韵 烦恼夜所为 就是247 从这个呢 宋句里面讲到呢 没有一个死我概念 五韵呢 合合 然后呢圆起是夜感圆起的法甲 普特前螺 然后呢 透过呢十二因缘来说明 那三季里面就是向前推的时候呢 活陀呢就把他呢 他们认为了 有不认为是说 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们不清楚到底是离韵我还是呢 疾韵我 那他会去妄想去分别前进的我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迷 迷思执着的众生 他过去就只讲无名跟行 因为过去无死劫来的无名你不知道 他就会有一个动力让你呢 趋向呢 因缘成熟的那个地方 所以断常见不是呢 外道有一个常见吗 就是一直当人吗 其实呢 是我们无死劫来的无名在这边照说 然后呢 未来的也没有死我 他呢 在十二支里面 未来他就分在三季里面的部分呢 是生跟老死 就是你这一期生命消失了 你还会再去投生 然后又有下一期生命的老死 是不是断灭见了 外道会觉得说 你人死就没有了 其实他又会再去投生 那中间中继这个就是现实主义 我们现在 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当下 现实生命的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一样他也会问 这个五蕴当下是我 还是不是我 那是常还是无常 这样子去推 那这样子的部分呢 就会让这个当下呢 其实就是这八个 我们今天互习的中继聚圆满 这是八支 现在就是四明色六路处受爱取有 这八支 然后呢就是告诉你说 如是的正观呢 去观你这八支的这个因缘 缘起 那里面有有果有因嘛 四明色六处处受是一个果 爱取有又是一个因 这个又造下一起的因 所以在我们的阿含经里面呢 就有这样的文字说 若有彼丘于诸圆起 圆以生法 圆以生法就是 圆起产生的果了 以生嘛 能够呢 因为这八支就是圆以生法 你能够如实正观 如实正会去观照 必不于三季愚获 对于三季的愚获就不会有 因为这个里头呢 现在的这八支他也跨越了 过去跟未来 为什么 爱取有是未来的因 是明色六处处受是 过去的果 里面就有含瓜过去跟未来 所以呢 等于说这个现实的 当下的也可以观照到过去现在未来 就不会有过去是不是有未来 所以欲知前世因今生作者是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这样子就是会看到了 那所以整个呢 十二语言起啊 他的观 是我们今天呢 要修行 其实呢 十二语言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去观 你怎么样不要再去造业 这样子可以看得到吗 等一下 后面同学可以吗 可以 就是不要造业不迷惑 那现在的爱取 爱跟取本身就是一个无名 他就要去断除要去觉悟 然后呢 由过去所造的业呢 他呢像 当你能够呢 观察到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像 不会再起无名 他当然就不是一个有根的树了 所以十二语言告诉我们 过去无名的夜行跟行呢 他延续到现在 如果我们能够觉悟空性 那因为你觉悟空性 你就不会有爱跟取了 那就不会产生我见 在这个无名里面呢 是见取借近取跟我见了 这些呢是很重要的基本烦恼 那没有这个烦恼 我们就发现十二语言的每一只呢 都是无常 无我 原生无性的 那又有谁在生 又有谁在老死 当这些执着没有 我们就觉得觉悟到没有一个众生 在流转生死受苦 那绿色这个就是觉悟到只有什么 现前的无名 在爱跟取的时候呢 只要觉悟到你现前的无名呢 在爱跟取的时候呢 你不迷惑 等于说你现前这个无名 你有觉悟到 然后你对爱跟取也不迷惑 那我们就会发现了 这其中的没有一个我 既然没有我就不会再继续的流转 所以 其实静坐很重要 要坐的一块就是 要坐观 因为活法很多的东西是要透过你的观 我们今天给各位是概念法 概念法有以后你的了解 它这个整个一个流转 那你在静坐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坐观了 当然你要静坐到一个阶段 心很静的时候 不是还没开始心很平静 或是没有妄念的时候就坐观 这个还是不是很清楚 然后你要观到呢 证悟到这个空性 同时也发现到 这个整个十二字呢 它是一个因缘法 因缘法 那我们在爱起之前呢 可以去感受外境当有 那觉悟它是空性 你就不会去执着 就不会有后有 所以十二因缘给我们的启示 是有顺跟逆嘛 当你从老死追溯到无名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观的逆观 你现在当下的这一个点是什么 如果是触跟受开始 那你就往前观 观到呢 你在这个世的清静 然后呢 你的心有没有照做 你现在是 我有个念头 我现在在打坐 这个就是一个失心所了 当你的心呢 都很平静 也没有分别心 是会了别嘛 然后你当下也很清静的时候呢 那你会做到呢 感觉呢 好像没有一个我在静坐 这当然还要靠各位自己 再多多的练习 然后呢 再到呢 我们这边无名一之道老死 是一个顺 所以顺跟逆呢 就变成是一个流转跟环灭了 看你是要轮回的时候就流转 然后你要呢 修行断烦恼就要逆 就是环灭了 所以这边 大概那个位置条件呢 我们今天介绍的同学 大概知道他的位置 逆转跟环灭是 所以呢 整个性质是无常无我的 十二因缘原生法 没有坐着也没有受着 所以整个生命流转真正的原因呢 之所在世 很多人呢 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缘起法 所以呢 都会呢 误会这个世间 跟人类 是什么什么所创造的 或误会呢 人是父母生的 或人呢 从前是什么都没有的 无因论 就是一种外道的常见 突然间呢 从母胎就生出来的 不正确之间 那当你来学习佛法 你有正确的十二因缘的观照的时候 你在呢 这个平常呢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呢 因为你透过十二因缘 你去观察 你的心呢 就会慢慢的相应 我们现在后面看到这些 那这个相应度呢 有多强 靠各位的努力 所以 从我们要截断十二因缘的流转 就是 你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六根 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四入胎 明色六入 是不是都没办法改变 因为我们已经是人了 你每天眼睛也是在五欲境界里面 你会看到鲜艳颜色 暗的颜色 柔和的颜色 耳朵你会听到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所以这个处的当下也是一个修行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每天一定会有的 可是呢 有学过十二因缘跟没有学过十二因缘的人 他对处跟受他的了知 跟他的这个观照就不一样了 这个都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们透过修行 我们可以去觉观他 把握他 如果呢 你很清楚的觉悟到这个受的话呢 你就会认识到他呢 我刚刚讲 不管你今天是苦受还是乐受 乐受一样也是苦 观受是苦 是因为乐受他不是永远 他是无常 他会变化 当他没有的时候 你一样就是一个苦 所以呢 三受都是苦苦 在我们的活教讲的八苦里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当你有 我现在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 这个就是你要去观的地方了 你可以从生活里面很多的 送去观 然后呢 当你观清楚的时候 你就不会对他有爱跟取了 所以我们 现前的六根在接触的时候呢 你觉悟到你的耳根所听的声音 你觉得这个音乐非常的美妙 当你没有这个音乐的时候 你会心情会有怎么样的转变 那你不能完全依靠这个 因为就变成你 心呢 变成被随他的耳转 所以眼睛呢 会感受很多的颜色 这些呢 都是我们 会产生爱跟取的一个 外在的因缘条件 那你能够觉知 你就不会掉入 那个爱取当中 所以你对 这边呢 在这个受就是一个 我们修行很关键的地方了 你对受的观察觉悟 然后 你可以呢 很清楚的观以后 你就 不会再有爱取产生出来 当然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十二因缘就是一个环 当你哪一个地方可以破解 剪掉以后 那它的圆圆圈呢 就变成平的了 它就不是一个轮回的圆圈圈了 它这个缺口越来越大 它就变成是一个平线 线条是指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产生圆环的 无穷无尽的夜跟无明 这是从现在的这个觉悟 开始去做的 所以每一个修行是在当下的每一个点 所以这个原生法它的几个特点 从我们刚刚看过十二因缘就可以知道 第一个它没有主宰性 因为它是完全是因缘性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地方 没有衔接上前后的因果它就破了 所以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 那也没有一个主宰者 它是以世间的一切东西都是有个主人 有个主宰 那我们就会去执着 那十二因缘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主宰 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无明跟无知 我们会开始去造业 那让我们入胎去产生世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世是谁去主宰的 没有一个人主宰 只不过呢 我们的前面的无明跟行 会推动你去产生 这个世呢 是透过无明跟行的成熟 然后去因缘成熟去产生了 下一个生命的跟它呢 因缘有缘的人 所以像这个种子呢 它放在这个泥 泥土里面 加上阳光跟水 还有呢泥土 它才会长出芽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一个主宰 也是因缘 第二个呢 无作者 就是无明原形 行原式呢 它这个地方呢 都没有一个谁去创作 因为它我刚刚讲它就一个勾链 它一个一个呢 环节的勾链 那你能够呢 从勾链的中间呢 一个破 破解掉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继续了 所以它也没有一个创造者 造业或是受业的人呢 就没有了 就是因迷惑而造业 这个迷惑也是在受跟去的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呢 第三个无受者 好 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 是明色六路促寿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起生命的作用嘛 好 那因为其中呢 没有人在受果报 这个是一个果报 也没有一个人在 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 五蕴呢 它在呢 这个因缘下呢 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这里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我在受 果报 是不对 因为呢 我们知道四名色六路促寿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果 那就像有一间呢 屋子它被火烧 那难道它在受果报 不是 因为这个屋子是由 这个叶片还有木材 好 这个它有个名称雅达屋呢 它的叶子啊木材等等 去加热以后它燃烧起来了 所以燃烧以后它灭了 里面呢 没有一个呢 受果报的 这一个雅达屋 是由呢 它所组成这些材料的东西 好 然后呢 让它呢 消失 因为火一烧以后它就消失了 所以一样我们呢 它把它分成这样子的十二支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从中间的这五支 好 那我们把这五支呢 称为一个叫做呢 普特切罗 活教的名称应该是普特切罗 它自己众生 就是假名为这个世俗的普特切罗 那实际上没有一个实体的众生 在受这个果报 这个都是要你去做官 然后再来第四个无智作用 没有一个因缘可以自己去作用 为什么 因缘呢 必须依靠其他的因缘 如果你今天没有无名的 无始无名的推动 它会有行跟事吗 没有 就我们的六根呢 是从母亲的这个 入胎以后的胞胎呢 慢慢长的 入胎的四呢 跟夜报来长 看你长的六根长的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那也是靠因缘 它不是自己在作用 然后第五个呢 从阴生 就是分析这么多啊 就是要让各位更清楚 整个元七法的部分 然后第六个不自在 为什么 因缘是相生相灭 不是我们去创造它 因为甚至呢 这个爱跟取也是因为处跟受 产生出来了 那因为你有处跟受你才会有爱取 如果你今天没有处跟受 你不知道就我们今天讲的 你不知道这个受的原因是什么 你就不会去抓取 抓取这个继续创造更好的这个受的因 然后脱重元而转 它也是重因缘 所以最后一句应该各位看到 这些条件就讲缘起圣生 缘起法是圣生 里面呢就寒瓜有这么多的 呃 告诉我们的道理 然后依靠很多很多的因缘去引发 才能 呃在这个地方呢 转变过去现在未来 好无常苦无 好 这个应该呢 我们从前面的几点呢 也可以归纳出来 好 然后呃是十二因缘的流转了 就变成了 我们讲的呃 如果今天没有学活的人 他就变成随夜流转 他是没有办法做主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修行人 开始呢 呃学习佛法 你要去呃转变你的夜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在改变了 好 那看你自己的呃发心有多强 他就会 最后一个呢 就是每一只他都没有自信 没有字体 都是因缘相生灭的 因为有前面才会产生后面 然后因为后面这一只又产生下一个 所以我们呃也不要误以为 听到这个空字又什么都没有 其实他是告诉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没有一个真正的字体 他是不死在 好 不死在所以呢 他是空的 好 没有一个主宰性 也没有一个创造的呃部分 所以要呃 好 这个先看这一张这个地方 好 好 就是呃你要断除无名 无名是这十二因缘的头嘛 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想要呢修行的出离心 出离这些烦恼 好 你才有办法呢修行 然后要发菩提心 第三个当然最关键就是证物空性 透过十二因缘呢 那你就可以观察到的空性了 里面呢 呃就是没有一个死我概念的呃五蕴呢 在这边呢轮回 而是呢因缘合格的部分 好 那我先看到这里 所以今天继续看一下 还有46分 好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部分 下一个诵句呢 呃在这个 250诗页 250诗页 下一个就是讲到呢 我十二因缘呢要用简略 简略的部分呢去 呃讲 两个相色 因果跟呃这个 队的地方呢 因果跟环绕之间的这个相色 因为他分货业苦嘛 货业苦 所以从这一个地方呢 你看他这边呢 有货业 这个式就是苦了 现在的 好一样这个式也是苦 然后呢如果分两个部分 所以呢三烦恼是指什么 三个烦恼就是货业苦 三个烦恼然后两个业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氏就是两个业 如果呢前面讲三烦恼是指货业库 然后二业呢就是他把它归纳成有因果 然后有货业库 然后七四一名果 七四就是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 是指中间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六 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课本好了 课本这里呢 他把对照我们这一张表 前两句呢证明相色 就是有烦恼 然后呢 烦恼三个烦恼跟两个业 然后所以呢第一句是讲呢 这个无名爱娶是烦恼 烦恼是祸跟业 然后呢二个烦恼是无名爱娶是烦恼为信 二业的话是行跟有 行跟有你看啊 对不起烦恼是不是业是指货 烦恼是指货 然后二业就行跟有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烦恼是无名跟爱娶 他的三烦恼是无名跟爱娶 所以这里的烦恼指的是指货的部分 就是无名爱娶这三个 然后呢业呢就是指行跟有 因为你有照你的烦恼就会去照业 照业呢就是这样 然后后面七个呢就是指这个士 七个就是士明舍六处处寿生老死 好七士亦民国 除掉前面五个以后剩下七个 三烦恼二业七士亦民国 这里就讲十二支呢 他把它分二跟三 然后呢三士指这个货业士 但货业士里面呢 他又分烦恼跟业的部分 然后二呢是因果 因果的部分 他又有果的部分呢 就是七士 所以先了解前面两句呢 他分的是货还有业 还有士三个 但是呢 这里把货业士都分清楚了 三凡老是货 二业是我们的行跟有 然后呢七士是士明舍六处处寿生老死 果 那这样子的部分呢 等于是还是有因跟果 对不对 还有因跟果在里面 所以二里面呢 还含瓜因果 请看一下这边 因跟果 这货跟业是因 然后果是这个事 所以呢 他的七士是为果 译为呢 就是果 前面呢三凡老跟二业是因了 前面那一句是因 后面这个又是果了 然后前面又是货跟业了 等于说货业是一个因 然后我们才会产生呢 这个果出来 然后货跟业 他又分三凡老跟二业 其实论里面一直不断这样分析是 要讲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些内容 缘起甚深 让你呢 不断的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略果及略因 大约先看一下 略果及略因 由中可彼二 我们的果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边也有果 但是你看到后面这个果 是不是很简单 只有生跟老死 然后呢 前面的因 也很简单 只有无名跟心 无名跟心 但是中间这一块的因跟果 是不是很详细了 你看他画这个比较淡的黄色 这个因呢 从两个变成三个 就解释的比较清楚 然后呢 这个果呢 由中间在我们现在的时候有五个 不过呢 未来的生跟老死却只有两个 所以呢 中间的这个部分的果又很详细 所以他讲略果及略因是指前跟前面两个是略因 后面两个是略果 后面两个是生老死 略果是指生老死 略因是指无名跟行 他们呢 他们呢要从中间来互相比度 比照中间来看的话呢 由中可比二 就是可以了解前面跟后面 由中间来了解前记跟后记的时候 我们会更清楚 那所以他们之间又有前后的这个相色关系 所以下一个宋句就是这一句要清楚的时候 下一句才才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这边呢 就是再把十二因缘之间很紧密的关系呢 再做一下解析 所以下面我们从宋句的 我们254页这篇文字呢 我们先看一下 在课本里面讲 二页是行有二知 所以你要对照图就会比较清楚 因为可能不知道他前后关系 行跟有两知是业 七世呢是果 那七世的果是除前面五知 前面拿五知 就是我们讲的 吴明行 还有爱情有这五个 就除掉前面这十二个 除掉前面这五个 三凡老二页以后 剩下的部分就是七世 七世的部分 就是世明色六处处寿生老死 就把前面的部分除掉 剩下七明 所以这边有个斗号 请你画掉 于世等七明之为世 好 这边这个斗号就画掉 其他的是明色六处寿 还有生老死等七个 就叫做世了 是烦恼业所义 我们的烦恼是祸跟业 他要有一个所义就是产生果 所义是他会产生出果 那就这个七的事情要叫果 那这个义准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义理 就是比照呢 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从前面这样的方法来推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 义即义明阴 阴是哪一些呢 哪一些是叫做阴呢 就是无明跟行 好 那变成呢 士明色六处处寿 这个士呢一定有因嘛 那就是我们的无明跟行 是祸跟业变成他的因 好 所以他这边讲 无明跟行为因 士呢等五为果 然后爱取呢 有 爱取有三个 这也有爱取有为因 然后生老死就为果了 好 那略果局列因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了 要把这个十二因缘做一个更 简要的 好 关系 那这边呢 略就是把它整合为货业苦 有以为仿 有一些人就问难 然后后继呢 略果了 就是 为什么后继这个地方呢 是简列的果呢 说为二果 是畏呢 呃 士 这里的畏是相对于士等五合 是这个痘号就 句号可能要改成痘号比较好 说二果 不 畏士等五合 为 二果 相对于士等五个 他就是 呃 为二果来讲 相对于别人来讲 你是不是只讲两个太简单了 好 如果后继呢 生根老死 叫略果 叫略果是因为相对于士明舍六路促寿等五个来讲的时候 你叫做略果的二相对 呃 从五个变成两个叫略果 好 然后前记的略音呢 因为呢 或无名是一个嘛 无名只有一个 或唯一就是无名 然后为呢 相对于爱琴 你看到话 后面的这一个地方的音有一个或 相对于爱琴来讲 无名唯一音呢 他是一个略音 所以前面是略音后面是略果 而于中继呢 广说果的音 就广泛来讲这个果 我们就写为五个部分 好 就是这边士明舍六路促寿 广为 开为五个 好 八果呢 解释成五个 就是士明舍六路促寿 然后 或为二呢 中间的或呢 这个烦恼本来前面只有一个无名 这边呢 相对展开为 为呢 开 相对展开无名为爱跟取乐 好 所以中间比较 应该是详细 前后呢 是略果及略音 由中可比二 好 从中间来比度就可以知道这两个 对这两个呢 是简略的 中间呢 是比较详细的 和元中继 广说呢 果 因 好 为什么中间要广泛讲果跟因呢 因为前后二继 略音略果 好 然后由中可比二 就是解释前面的 有人有问难嘛 问难说 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会要简略 那由中间呢 我们中继广 广泛的说 然后可以比度前后 所以你中间呢 已经在解释前后了 让你的前后更清楚 所以呢 广译已成 这已经呢 前后二继的广泛的意理 从中间我们就可以更清楚了解了 故不别说 这也不用再分别说了 因为呢 整个十二继呢 其实是一个完整的 那你可以从前后呢 之间去了解 因为中继已经广说了 多说也没有用了 这一支呢 是把这个十二继原作 这个简略的 分成因跟果 还有呢 获叶库 来说明 好 那大概我们今天就先上老哲林 北校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活得恩与众生皆共成活道 各位同学在各自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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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